嗨 我是魚之兔 今天要來開箱喔 我朋友啊 去韓國出差 我說不要忘了帶伴手禮回來喔 他說我是去工作的啦 不是去玩的啊 我說沒關係 你就去便利商店 隨便幫我帶一些韓國當地的東西 讓我來做個開箱的影片 所以他就買了這個給我 那是什麼東西呢 等會才要告訴你喔 所以在看之前 不要忘了訂閱留言分享按讚 那也不要忘了旁邊的鈴鐺 記得打開喔 也可以關注我的FB的粉絲團 還有社團喔 那我們就來去看看 這是什麼東西啦 包裝不是很重要 你比較想知道裡面是什麼東西吧 那我們就來打開裡面的東西啦 兩碗泡麵 他跟我說盒裝的其實非常佔他包包的空間 那我說你可以買包裝的 那種一包一包的比較不佔空間啊 可是他說 你要開箱嘛 盒裝的感覺比較有那個氣勢啊 那這兩盒的話我們會分兩次吃 因為我一個人吃不了兩碗麵 所以我今天想吃這個東西 我印象中這個好像台灣也買得到是乾的炸醬麵 因為天氣很熱 所以我們就來吃個乾的 這個湯的留著下次吃 而且感覺好像很辣的樣子 看通通通的 這個應該是乾的炸 應該是不會用這個碗裝 應該會用我自己的碗裝 來去看看實際的吃的畫面囉 還有一包粉末狀的這個醬 這個麵是就很像台灣的那種泡麵 然後他自己一定有加一些蔬菜的料啦 那我們就來去料理他啦 是這種歐麻麻的粉耶 不是那種辣粉 是這種咖啡色的粉 然後再把它拌一拌啦 慢慢給他收汁囉 所以就會變成這種炸醬粉 是炸醬粉喔 歐麻麻的 完成啦 就是這樣子 歐麻麻的 所以這就是今天的午餐啊 來吃它囉 因為它好像太黏了 所以我中度還有加一點點剛剛燒麵的那個水 再把它弄得比較濕潤一點 把那個醬比較好散開 那我們就來吃啦 看看麵是這一種的 這一種麵 就很炸醬麵的味道 覺得還蠻不同的 我覺得這個很不同 沒有什麼特色 而且黑黑的 嗯 它一點都不辣 味道很重 但是我覺得就很普通 就沒有什麼很驚豔的東西 那就要把這碗吃完囉 我們的中餐 來開吃囉 下鑰匙 下鑰匙 最後一口啦 韓國的泡麵 想說來吃吃看 可是我覺得真的很普通 要吃這個我寧可吃台灣的韋力炸醬麵 那個超好吃的 所以這個 算是還蠻普通的 期待下一個湯麵會很好吃 那今天的影片就這樣子囉 影片結束囉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 不要忘了給我點個喜歡 並且分享給你的朋友 不要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旁邊的鈴鐺也不要忘了喔 才可以持續追蹤我的影片 那也可以關注一下我的FB 還有我的IG FB還有社團喔 那今天的影片就這樣啦 看下次用怎樣的影片來紀錄生活囉 掰掰